大潭電廠群聚案持續擴大 今天更一口氣增加實名確診 除了一開始集中爆發疫情的中華 工程增加以例之外 城堡廠商婉紅從昨天以例確診 一夜增加到今天的實例 但更讓人擔心的是大潭以外 桃園還新增一名電子廠員工確診 現在全場展開篩檢 桃園市府也正追查感染源 而桃園五道老師的足跡也延伸到宜蘭 篩檢完的小朋友們聚集在一起 等待家長帶回家 宜蘭今天新增三例 一例為曾帶宜蘭凱旋國小學童 到綠色博蘭會參觀的外聘五道老師 另外兩例則是曾開車前往桃園上課的 家長與學童 往南走被衛福部列為疫情重點風險 縣市之一的臺東悲難家庭群聚案 也持續發散 昨日確診個案出入牧場女員工的同住 家人 小孩 先生和婆婆通通染疫 好不容易在宜蘭台東包夾之下 熟住疫情的花蓮也在今日出現 確診者增加一名感染源不明的 醫院急診室大夜班護理師 在縣服大規模採檢之下 院內又再增加兩名護理師PCR陽性 持續針對院內醫護跟病患篩檢 就怕引爆成為院內感染 華視新聞綜合報導 想要獲取更多新聞資訊 想要看到楚國最新的動態 趕快訂閱華視 鼓祝我們好